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呼吁业者 善用政府为协助企业走向绿色转型而出台的各项计划和措施 否则可能面临失去机遇的风险 因为当局不会无止境地发放补助和津贴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出席一场讨论会 就企业和会计师在当前以可持续发展为重的世界中 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讨论 他呼吁企业借力奖励措施走向绿色发展 傅海燕也说政府致力于投资在基础设施方面 支持企业的去探进程 他以我国从包括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等区域 其他国家进口再生能源为例子 指出政府已为这一领域拨出款项 希望协助企业抓住机遇